在哈里王子的众多公众露面中,这次的采访无疑让他的形象跌至谷底,这位苏塞克斯公爵在接受采访时居然泪流满面,彻底失去了王室成员应有的镇定,看似是一次为宣传他和妻子梅根·马克尔发起的心理健康倡议而设计的采访,最终却变成了一场令人瞠目结舌的情感失控表演。 心理健康倡议本应是哈里和梅根展示他们慈善心肠的机会,但哈里的情感失控让这一切显得如此,讽刺,在哥伦比亚广播公司的采访中,他无法自持,听着那些失去孩子的父母的故事,哈里竟然泪流满面,这一刻不仅暴露了他的脆弱,还让人们开始质疑他是否真的有能力担任这一倡议的领导角色,作为曾经的王室成员,哈里的一举一动都被受瞩目。 他的母亲戴安娜王妃的去世无疑是他人生中的巨大创伤,但这并不能成为他频频在公众场合失控的借口。 作为王室成员,哈里曾经在公众面前表现得坚强而冷静,但如今的他却似乎完全丧失了这一品质。 在这次采访中,哈里和梅根讨论了他们的新组织父母网络,一个旨在帮助那些失去孩子的家庭的组织,而这本应是一次提升形象的机会, 却因为哈里的情感失控而变得尴尬无比,肢体语言专家朱迪·詹姆斯对哈里的表现进行了分析, 指出他在听到那些悲惨故事时用一只脚勾着另一只脚,这种动作通常表明一个人正在努力保持冷静, 但实际上内心已经崩溃。 另外,哈里还揉了揉眼睛,显然是在努力忍住泪水。 自从母亲戴安娜王妃去世后,哈里一直在努力应对这一创伤。 然而,近年来的一系列事件,包括2019年密友因自杀去世,以及与家人的疏远, 使得哈里的心理状态变得更加复杂和脆弱,这些事件交织在一起, 使得哈里在面对其他人的悲惨故事时无法保持冷静。 在新的形势下,哈里作为心理健康倡议的领导者,其角色和影响力变得愈发令人质疑, 他在公众面前的频频失控不仅削弱了他的领导力, 也让人们对他的心理健康状况产生了更多的担忧。 哈里本应通过这一倡议帮助他人,但他自己却显得如此无助和脆弱, 实在令人难以信服。 哈里的情感失控无疑是一个讽刺的现实, 他曾经是王室的一部分,肩负着巨大的公众责任, 但如今却在公众面前频频失控,显得如此脆弱和无力。 这样的表现不仅让人们对他的领导能力产生了质疑, 也让人们对他的心理健康状况感到担忧。 毕竟,一个无法控制自己情绪的人, 如何能帮助他人应对心理问题? 与此同时, 今年梅根·马克尔通过一次荒谬的政治秀, 给自己庆祝生日。 据说,他准备首次大胆涉足政治人, 公开支持副总统卡玛拉·哈里斯竞选2024年总统大选, 对于一个曾经离开英国王室,追求经济独立, 在北美自由生活的人来说, 这样的举动简直是令人无语至极, 想想几年前梅根和他的丈夫哈里王子引发的轰动, 退出王室职责,追求所谓的自由。 现在,梅根看来是厌倦了享受北美的安逸生活, 准备踏入更具争议的选举政治皇室评论员的王室专家也有话说, 他认为梅根的这一举动可能只是一个开始, 我怀疑梅根很快会支持卡玛拉·哈里斯。 梅根过去支持妇女权益和种族正义的立场, 与支持哈里斯的竞选立场相吻合, 但是否真的对双方有利,还需要时间验证。 另外的一位匿名专家也警告说, 民主党是否会欢迎梅根的参与, 仍然是一个未知数, 特别是考虑到他仍然保留着皇家头衔, 而英国君主制一贯强调政治中立, 难道梅根真的以为他可以打破这些传统规矩吗? 他以为他的个人影响力可以凌驾于一切之上, 这场所谓的生日惊喜真的会为他带来什么好处呢? 对于一个试图通过支持女性副总统 和有色人种女性竞选最高职位的哈里斯来说, 这样的支持真的会有多少实质性的帮助, 我认为他当时很激动, 拜登总统选择卡玛拉·哈里斯作为竞选搭档, 王室专家说, 可谁知道梅根是否只是想借此炒作自己, 不去更多眼球? 梅根的支持究竟会以什么形式出现呢? 可以猜测一些他可能会选择的高调方式, 一、一场华而不时的联合采访和合影活动, 两位强大的女性讨论她们共同的愿望和主题活动, 这种场合最适合梅根展示她的表演才能, 二、一段录制的视频在哈里斯的竞选集会上播放, 梅根赞扬卡玛拉作为各地年轻女孩的榜样, 只是这些赞扬是否真的发自内心, 还是仅仅为了增加曝光度? 三、社交媒体公示, 梅根在她庞大的Instagram平台上展开公示, 转发卡玛拉的关键信息, 并鼓励她全球数百万的粉丝参与其中, 这样的举动是否能真正影响选民, 还是只是在她的粉丝圈里自我吹捧? 四、撰写专栏文章, 为一家美国报纸写一篇专栏文章, 描述她作为一个混血儿女性和同行变革者, 认为卡玛拉是担任总统的理想候选人, 这样的文章是否能打动读者? 还是只是徒增笑料? 五、筹款活动, 参加一些筹款活动或较小规模的竞选活动, 让仰慕她的支持者与梅根合影, 以增加捐款和基层热情? 这样的活动是否能真正提升竞选热情? 还是只是在制造噱头? 无论梅根采取何种方式, 几乎可以肯定的是这场生日惊喜将引发全球范围的嘲笑, 毕竟, 任何涉及备受瞩目的苏塞克斯公爵夫妇的事情都将激起波澜, 而这些波澜是否真有实质意义? 恐怕没人敢打包票。 当然, 一些传统主义者在大西洋两岸都可能对皇室成员直接参与党派政治提出异议, 但梅根似乎不在乎这些声音, 他和哈里已经实现了经济独立并居住在海外。 通常的限制不再完全适用, 对于一个急切地开辟自己道路的政治新手来说, 利用他的广泛影响力来做出积极贡献似乎是在好不过的方式, 只是, 这种所谓的积极贡献真的能如他所愿吗? 此外, 据消息称, 这对自称苏塞克斯公爵夫妇的假王室之行, 完全无视王室的外交传统和长期建立的协议, 显得极其傲慢, 某前王室助手甚至称这是真正噩梦的素材, 让王室顾问们焦头烂额, 尽管哈里和梅根一再强调他们此行是为了慈善事业, 但知情人士坚称, 这次私人旅行根本不能代表英国的利益, 他们简直就是在扮演英国王室成员的角色, 但他们显然没有计划代表英国的利益, 某高级宫廷官员告诉美日野兽, 当未经选举的家庭成员进行未经君主批准, 或支持的准外交访问时, 这会严重削弱王室的威望, 多年来, 王室访问的核心就是利用其全球平台和软实力, 加强外交关系, 突出共同价值观, 解决国际问题, 尽管哈里和梅根的意图看似崇高, 但他们随行的娱乐记者却表明, 这更像是一场宣传噱头, 而不是真正的外交行动, 这一切让查尔斯国王异常愤怒, 因为他一直坚定地认为应该保持王室家族的公共和私人责任之间的距离, 可以想象, 在苏塞克斯夫妇宣布这次新计划时, 王室内部的助手们都交换了无奈的眼神, 未经批准的旅行不仅干扰了管理家族品牌的至关重要工作, 还可能与正在进行的正式王室活动相冲突, 甚至破坏其效果, 在新君主即位之际, 查尔斯最不需要的就是围绕苏塞克斯情况, 引发更多负面和不确定性, 无论哈里和梅根走到哪里。 争议总是紧随其后, 从尖锐的采访和爆炸性回忆录, 到在美国举行的抗议活动, 争议永远不会远离这对公爵夫妇及其所谓的进步激进活动, 虽然利用他们的平台支持重要事业是可敬的, 但如果进一步疏远自己霍王式家族是否明智, 只得深思,查尔斯一直希望保持更精简的王室, 专注于核心成员执行官方职责。 然而, 由苏塞克斯的非官方执行所制造的持续风波, 只会削弱这一愿景, 并分散注意力, 让人们无法集中在更有建设性的事物上。 作为国王, 查尔斯显然希望避免因为家庭成员在宫廷法规之外, 自行歧视而带来的混乱信息和声誉损害, 人们只能推测在关闭的门后, 由于哈里和梅根最新的行动, 紧张局势可能正在升级, 在宣布外国之行之前。 他们甚至没有给查尔斯或其他高级王室成员一个基本的提前通知, 这无疑雪上加霜。 好了今天的视频就到这里了, 你对王室有什么看法呢? 欢迎评论区留言, 我们一起探讨, 别忘记订阅开启小铃铛哦。 小编在此万分感谢你的支持, 我们下期再见。